在杜多领导底下 就到了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加拿大的 那个赤字 财政的赤字 他接手加拿大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 保守党是用一个平衡的预算 已经交给他是有一点的 两个billion的 一个surplus 就盈余的一个状况 就将加拿大的 国家的经济 交给了小杜多 但他在跟莫诺两个人 合作底下 每一年都超支了很多 他竞选的时候 答应过是不会超过了 10 billion就100亿 但结果我们知道 他就是2019 直至到2019的大选为止 他累积的 财政的赤字 已经到了600多亿 就60 billion dollars 就换句来来讲 他就是在疫情 没有启动底下 没有任何影响底下 他还是每年的 去花多了很多的钱 只是他三年四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600多亿 那么难怪 那些评级机构 就是那些信用评级机构 比如说FISH 在去年的六月 已经给加拿大政府 做出了一个警告 他们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会达到 那个信用评级的 降级的危险 结果今年的一月 加拿大国家的 那个评级 信用评级 真的是给降级了 那么所以在加拿大 但经济还是不太差的时候 他们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钱 难怪在疫情底下 用疫情做一个借口 我们看到现在估计的 那个今年的财政赤字 是达到340多个billion 就换句话来讲 中文来讲 3430多亿 我们累积的国家的国债 在他们管理底下 将会超越了一朝一冷度 one trillion dollars 这些那么大的洞 怎么去面对 不要怪新冠肺炎的病毒 因为就算在新冠肺炎 会员出现之前 他们已经在 花那么大的一个洞 更加上新冠肺炎 有那么多的需要的时候 他们还是这样的乱花钱 我们看到现在的 这个所谓 We Charity的这个计划 它叫CSSG 这个CSSG 根本不需要存在的 因为我们知道每年 已经很自由 有效的加拿大一个program 另外一个program 是帮年轻人找工作的 叫Canada Summer Job Program 这个Canada Summer Job Program 在我们的官僚管理底下 已经运行了十多年 没有任何的贪污的问题 也帮助到本地方的 那些小的商业来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府 在莫奈帮忙底下 其实是达到了一个 无能的一个状况 但是除了无能以外 我们也看到 是一个复发的一个情况 小杜鲁多 我们要跟他做一个总结 他作为一个国家里头的 那个总理 他是首位的总理 是犯上了操守的 一些法律的唯控 那么不单只是一次 还是两次 现在所收到的调查 是第三次 我们知道这个操守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总理 有没有私伤授受的 去做一些事情 有没有干预到 将国家的那个 那个法律的公正的问题 他现在不单只是 在个人操守 在国家的法律里头 伤害了我们 以法治国的那个观念 更加的他现在在 We Charity里头 也受到第三趟的那个调查 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 腐败 无能的这个政府 我们还能够待多久 就算今天是保守党执政 还要面对着他们 挖的那么大的一个洞 3400亿 就今年的财政十字 将来还累积的每年去这样做 收到的小报消息 当然说是 莫奈跟杜鲁波之间 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但大家不要忘记 他们两个已经合伙了 超过五年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在五年的里头 他们当然会有很多不合意见的时候 为什么就在过去 我们没有听过 财长跟那个总理 有什么不合意见的地方 突然之间在上个星期 就传出了一些消息 就说莫奈跟小杜鲁波 有意见分歧 那么这个星期他就下台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跟意见分歧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是没有任何关系